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我的一个好朋友 也是之前我在卓妍教育的老板 现在是灵乐器的主理人 阎山老师 哈喽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最近的境况如何 就是这几年你都在做什么 就是这个这几年其实这个应该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声音的探索这个圈子或者这个事情 以前做的是数字数字录音 这个engineer就是跟大家现在可能关注的这些差不多 然后后来逐渐逐渐的就觉得数字的东西其实可能不是那么过瘾 就开始往原声方向去转 然后接下来就变成了去发明乐器 去做乐器 然后做到乐器过后呢觉得还不过瘾 就是说一个乐器你把它弄出来过后 它总还是要有一些方式和方法去诠释它 那这个里面又回到这个音乐和声音的本质 其实我觉得是越做越做 这几年其实反而就又回到了最早 感觉当年可能04年来北京的那种梦想的时候那种状态 我觉得其实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以后我们如果想从事录音或者是这个技术类的工种 我觉得首先就不要把眼睛局限在只是音频的技术上 一定是要展开可以扩展到就比如说我觉得从技术角度 比如说声音设计比如说一些一些比如如果有这个能力去了解一下声音引擎的一些开发 因为这些技术的东西才是未来的就是从技术角度的一个发展方向 还有它的应用场景还有一个回到一个原点上 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稍微去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主流科技的发展 它应用的这些东西因为其实我们所有东西都是围绕在应用场景当中而展开 我们所有的声音它不是单独使用的 你比如说演唱会你肯定是演出或者什么转播直播什么的 所以说就是把这些东西把眼睛要放开 不要局限到去在一个设备上或者只是说一个东西 当然技术要还是要去很深处学习 但是就是说要把它的宽度可能就要拉宽了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不过很好我觉得就是你带头做出来 而且你现在就在搞这个手叠的培训对吧 我觉得也是应该把这么一个很好听的乐器 我觉得其实能更怎么说更往大众化普及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事 普及是一个方面嘛 跟现在呢就是通过对这些东西的认知的提高吧 其实现在就是一个是普及 这个是属于市场层面的事情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我发明了一套就是对于启蒙和学习这些乐器的一种方式 包括吉普法就是贵心谱 包括我写书包括我们的教学现在都是这一套 这个是一个全新的发明 就是在我们面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就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设备 然后Piloso的话筒 这个当年我也很喜欢 当时有一个 我觉得这个话筒品质很好 然后在我面前呢就是我们俩说话的对着这个话筒 是Piloso的P49这个型号 就是这个长得很好看 但我们废话不多说 然后那我们就让严老师给我们来一段 好吧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